日前 美、台、日、歐共同舉辦供應鏈重組論壇 會議聚焦疫情帶來的全球產業鏈重組的機會 攜手拓展合作機會 並發表共同聲明 幾個國家更要組建一個非紅色去中共供應鏈 同時肯定了臺灣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 臺灣已舉辦完成重組供應鏈 促進理念相近夥伴間之韌性論壇 中共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改變全球經濟貿易合作板塊 美、台、日、歐將重組供應鏈成為趨勢 李酉潭教授認為 從美中貿易戰 到香港反送中運動和香港國安法的通過 全世界都看到 中共對自由民主的打壓越來越嚴重 在到疫情的爆發 中共不僅是隱瞞疫情 擴散疫情 還要甩鍋疫情 還要以疫情來謀霸權 這過程中大家發現 集權專制若不倒下來 那麼它的擴張是道德無底線的擴張 它的集權專制擴張 將會形成自由民主國家的危害 很多國家開始考慮了一個重要問題 如果疫情供應鏈能夠被制裁 或被制裁 疫情當中的疫情 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項目 和重要資源 都會在其中的疫情當中 在其中的疫情當中 在其中的疫情當中 吳釗燮指出 未來臺灣會和治理念相同的夥伴合作 建立互惠的工業連接 並呼籲各國加入 摒棄強迫剝削和擴張主義 美國在臺協會處長李英傑在致辭中表示 在我們為後疫情時代進行規劃 並評估全球供應鏈必須做出哪些改變時 有一件事是無庸置疑的 臺灣已經一再展現 在邁向更加永續的全球經濟的路途上 臺灣是可靠的夥伴 也是關鍵的要決 而歐盟以及日本駐臺代表 也對臺灣在全球經濟的角色表達認同 臺灣在全球經濟的角色中 關於疫苗疫情的疫苗 還有我們的社會 正在工作上第三國市場合作 時事評論員田園表示 各國已經深刻認識到中共的真面目 不能再這樣繼續縱容中共下去 那麼這個製造鏈的轉移 也就是在這個非常合理 然後就是在避行的一些事情 因為你不可能在這個繼續幫助中共 在和自己的這個利益進行對抗 因為誰也不會做出這種自殺性的這種行為來 盛明還說 鼓勵合作夥伴將供應鏈布局撤離中國大陸 尋找經濟理念相近的夥伴攜手合作 根據共享價值和標準發展新的供應鏈 以建立能應對危機的供應鏈網絡 特別是在通訊和醫療領域 確保供應鏈的安全不受政治的褫迫